大家好 華為Mate 30 系列安裝 Google 的第一個方法 現在已經不可以使用了 但市面上又流出了第二個方法 大概就是用一個 Backup 的 File 回收 就可以繼續使用 Google 不過用法比較麻煩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一般的用戶亦都可以使用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給個 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今次的方法是非常簡單的 對一般用戶來說 其實只是安裝一個 App 接著就可以使用 但比較進心的朋友 你就知道有一件東西叫 Virtual Machine 一個虛擬機 原來今次我們是在華為 Mate 30 Pro 執行一個虛擬機 裡面運行另一個 Android 系統 而這個 Android 系統裡面已經內置了 Google 服務 所以就非常方便 大家可以看得到 已經有 Google Play Store 在這裡 按進去登入之後 它就跟一部普通的 Android 手機沒有分別 可以安裝到裡面任何一個 App 而這些 App 也可以正常使用得到 來到這裡其實教學就完結了 不過大家就不要那麼快走 因為還有一些簡單的講解 還有下載的連結 在影片後面的地方 大家就先聽一下吧 首先 虛擬機運行的時候 其實速度上 就會比在電話上運行 略為慢一點 大家可能都看得到 Frame Rate 就不是很高 但一般來說 你看看 YouTube 應該都沒有問題 現在我正在播放 YouTube 你會發現整個播放都很正常 亦都可以全螢幕去播放 播放的時候 大家都會留意到 畫面的 Frame Rate 可能會低一點 可能 25-30 格 另外解像度 最高支援 480p 再看一看 來到這裡有一個按鍵 按完之後 就可以在原生華為的桌面上 再開一個浮動自窗 方便一路播放影片 一路去做其他事情 另外這個功能 亦都可以拿來給你做 App 的商開 有些朋友去打機 可能會掛機 甚至乎玩兩隻遊戲 都可以的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可以一路播放 YouTube 的時候 一路關閉螢幕 大家現在看到 我段影片是繼續播放 而聲音是繼續出 除了關螢幕之外 亦都可以關了浮動自窗 Youtube 都可以繼續播放 那就方便大家聽音樂 當然 亦都可以靜音了虛擬耳機 講一講操作方法 虛擬耳機內 是有自己的導覽鍵 向上一掃便會見到 Mate 30 自己的導覽鍵 按一個按鈕 進入虛擬耳機就可以了 最後講一講安裝的方法 如果你手機已經有Google 或者你純粹想試一下 去回Play Store 打回VMOS 找得到虛擬耳機的系統 安裝完之後 就直接用得了 如果你是用Mate 30 系列 又或者一些沒有Google的手機 就可以到這條連結 就可以直接下載到它的APK 直接下載 安裝完就可以完成了 看到這裡有不同的版本 我們就選擇最新版本 除非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 可能你試試其他版本吧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不會錯過之後精彩的影片